闭关六百年,出关时耳畔一直有个自称系统的叙叙叨叨 他是魔尊,你对他一见钟情 魔尊敢出现在这里,杀了 娇人是弃运之女的宠物 我说了,不要打扰我修炼,杀了 你不能杀他们,他们都是弃运之女的 你再教我做事 把嘴闭上,我冷笑一声,看清楚这里是修真界 弱肉强食,强者才有话语权 大道无情,是天下万物为蝼蚁 我不愿做蝼蚁,谁挡我路便杀了谁 我,灵不渝,天生见骨,凡人入道 五百年修为从原因期到渡劫期,但始终没有引来渡劫累结,觉得可能是悟性差一点,于是出关 自出关,耳边有个自称系统的东西企图扭转我的心思 你就庆幸自己没有身体,要不然我堕你八百回 找不到实体,也甩不掉它,我握紧了剑柄 剑衣男子满身血雾手握着一只桃花倒在山上,横在下山台阶上 无视,跨过去 不能走,他是魔尊,你对他一见 魔尊 果然天佑我灵不渝,杀了魔尊,解决修真戒修士的头号大敌 我自然会飞升 我已出剑,直逼心口 好个修士,竟敢偷袭,他感受到杀意,醒了过来 我不渝,又出一剑 九哥剑法,你是九化子的弟子 你是谁,他大惊,竟觉得力不从心 他成为魔尊已经五百年,自视修真戒 只有其若可与自己一战,很久都没有这种被压着打的感觉 灵不渝,记住我 灵不渝,竟是灵不渝 其若的师妹,今日我带伤在身,带日后与你一战 谁放你走了,没有来日了 可他身法滑不溜秋 而且颇为熟悉周围地形,溜得飞快 我收剑,看来这位魔尊和我师兄其若是就相识 不愁他不来 我的剑法为九哥绝 先师是德高望重的九化子 想门派明月宗的掌门 此后传为于大弟子其若 落霞满天,飞鹤报信 明月宗现任大弟子领着一众弟子在下山路上接我 林师姑,我师父还在处理宗门事宜 命我来接您 我点点头随他走 越走越开阔 气派的宗门映入眼帘 林师姑有所不知 您必观着六百年师父修炼至化神期 我们明月宗的名头越来越响 现在已经是排名第六的大宗了 修为分别为助基期 金丹期 元阴期 化神期 杜结期 六百年沧海变桑田 不知我的林霄阁还是不是远样 林霄阁一切如旧 什么宗门份额都不要 平时若无要紧事不要来告诉我 可大弟子吞吞吐吐 也不领我回林霄阁 林师姑有所不知 因为林霄阁独立一个山头 风景优美清静 被我们的小师妹于飞晚看上了 已经住在那里两百年了 于飞晚是本世界的气韵之女 凡是发生皆有利于她 你还是为她让道吧 系统说 我停下脚步骤起眉 所以 师父的意思是 小师妹搬来搬去不方便 林霄阁就让小师妹住吧 这满山的阁楼您再选一个 只要不是林霄阁就行 什么都行 我握紧剑柄 滚去给你师父齐若说 我要明月宗宗主的宝阁 看他愿不愿意让出来 他哭丧着脸 不敢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我让他快去告诉齐若 一个人寻着记忆 踏上了去林霄阁的山路 山上的一草一木 与记忆中别无两样 满山种的不是林霄花 是凤凰花 他之所以叫林霄阁 是因为师父觉得我姓林 投我所好 这才起的名字 这屋子冷冰冰的 之前给某些人都是浪费 还是飞碗聪明 弄得这么暖和 好让我们饮酒作乐 才不叫这屋子浪费了 还不是因为 之前这里住了位冷血美人 我听说他是前掌门最喜欢的弟子 天生健骨 天赋一禀 人也俱傲得不行 不知道有多冷 抱着会不会冻死我 听说他之前就为了修为 跑到雪山上修炼两百年 天啊 他一定公寒 生不了孩子 生不了孩子 他也挺可怜的 那他肯定嫁不出去 没用了 疼 我一箭劈开林霄阁的大门 诸位 我是林不渝 你 有男弟子先出生 我一箭在他脸上划了一刀 是灵石菇 男弟子捂着脸叫起来 屋子里顿时炸开锅 我站在门口 让他们无处可逃 刚才是哪几个出生的 我确定是这五个人刚刚说话 一箭全杀了 把箭收回箭翘 看着五个人的尸体 难得微笑 诸位 你们对我了解不多 我从不踩他蝼蚁 也不允许蚂蚁踩我 拦我修道者 格杀勿论 挡我修仙路 神魔皆诸 你你你 你竟然杀了同门弟子 修仙本就是弱肉强食 共同掠夺天底下的灵气 本质上我们都是竞争者 那些不要打打杀杀的言论 都是修真界的伪善之人 假惺惺提出来了 我看见人群中的于飞婉 这也不难认 穿着华丽 面容娇美 众星捧月 原来这就是气韵之女 可惜 他做的事情已经让他没有活路了 杀了他会这么样呢 是是 我握着剑直冲他 他被我身后一支剑越过来挡住 饶是如此 于飞婉被鸡飞吐血三声 灵不渝 其若接住于飞婉的身体 你如此歹毒 你竟要杀了他 你第一天认识我吗 要不是看在掌门传世之剑的面子上 他还能火 六百年头一次见我师兄 最后一次还是在师父的观目前 他抱着于飞婉不撒手 与我僵持不下 最后对在场人说 都搬出去 灵霄阁属于你们灵石姑的 从今往后不许打扰灵石姑 于飞婉吐着血 如病中西子 拉着其若的袖子 师父 他要玩的命 就这样算了吗 他阴着脸不说话 抱着于飞婉就走 师妹 没事不必出灵霄阁 踪门乱怕你 看了厌烦 我闭目不说话 马上你看我把他禁足了 他好歹是我师妹 六百年没见 原来长得是嘴上功夫 我从打坐中起身 屋外有动静 抓住剑走出去 一个男子在给屋外的 凤凰花束胶水 穿着地子服 睫毛线长卷翘 内勾外翘的眼形 显得尤为精致 头发是纯粹的黑 眸色反而偏浅 在日光里染上了 柔和温润的色泽 你好 他慌张问好 朝我鞠躬 我看见他额头 若隐若现的鳞片 娇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于师妹让我娇花 我每日都来 敢问阁下是 灵不渝 他惊得说不出话 你回来了 那于师妹 他走了 你也走 日后不用来浇水了 我回房间 他却迟迟不走 我要是完不成 他会骂我 好烦 杀了 看了看乌万艳如火的凤凰花 想想算了 起身离开 回来这么久 也没去给师父上过香 我提着剑 行走在宗门中 远远听见有人喊我 竟是鱼飞晚 才过去几天 受这么重的伤 这么快就好了 灵师姑 近来宗门的闲言碎语 不要入心 大家只是无事闲聊 我瞥了他一眼 不渝 继续走向祠堂 从祠堂上完香出来 回去路上听见他们大声议论 你们都听说了吧 灵不语那么狂是因为九华子 九华子喜欢他 对他的喜欢远远超过师父对弟子的情谊 什么 那他们 我站住 那群人假模假样的问好 灵师姑好 你刚刚说什么 能再说一遍吗 我没听清 都是些流言 我一见杀了说话人 又问他身边的人 他刚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他不敢说话 我又动手杀了 弟子吓得四散 我用灵力化解把他们困于原地 谁能来附述一遍刚刚的话 弟子开始哀嚎 跪下来求我 灵师姑 我们不是故意的 不是我们说的 你饶了我们吧 于飞婉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 大力拍着我的结界 灵师姑 你再这样任性 我师父就来了 我把结界放开 我和这些弟子玩乐呢 对不对 弟子们面如土色 纷纷点头 于飞婉没想到 事情没有按照他想象中的发展 他看到地上的尸体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我反问他 你刚刚遇见我时 说有一些关于我的闲言碎语 那是怎么回事 于飞婉得意的笑起来 清白对女孩子家最重要 没有那个女子 听到这些话不生气 有这个留言吗 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差跪下来磕头 大声说没有 我一脚把于飞婉的腿踢舌 逼迫他跪下来 捏着他的下巴 他们都说没有 所以是你一个人说的 扰乱宗门 其心可诛 他疼的脸都白了 还要嘴硬 我师父是掌门 你不能杀我 我揪着他的衣领拖着他 任鲜血流了一路 到了祠堂 有什么话下去 和九华子掌门说吧 你亲自问问他 他与我是不是单纯的仕途关系 林步渝 把于飞婉揽到怀里 给他施法喂担药 林步渝 你好大的胆子 其若 注意你的语气 我杀一个诋毁仙尸的人 你该跪下谢我 他看着自己手上 都是于飞婉的鲜血 心疼的皱眉 林步渝 你竟敢动手杀娃 我想杀谁就杀谁 其若你拦得住我吗 你敢拦我吗 我转身就走 把死了的两个弟子 扔到其若面前 莫无尊长 扰乱宗门 我替你把两个人杀了 仅仅是这样 就要死吗 我手扶过健身 你若不管叫 到我手里自然是死 所以还请你好 好管叫你的弟子 不招惹我就死不了 我本来要走 看见于飞婉被救活了 那么多天才地宝用给他 其我眼都不眨 真有意思 到底是谁与师父关系暧昧 谁和自己的师父有私情 谁看旁人也是如此 我说完就走 气得于飞婉可雪不止 回去看见那娇人 在山门口站着 林师姑你没事吧 我听说你 他看见我衣衫上的血 你受伤了 要不要紧 我推开他 抓我衣衫的手 滚 他落寞的走了 我回去洗衣衫 不一会儿 他折返回来拿一堆伤药 林师姑我知道你心里戒备我 但我真的关心你 你别推着我走好吗 我先问你 那今天我伤了你的主人于飞婉 你怎么看 他尴尬一笑 林师姑在说什么 我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扼住他的手腕 主仆气这么大 你该不会认为我瞎了眼吧 我度劫期 差一点悟性 已是半不先 什么能逃得过我的眼 他还来不及说什么 我就杀了他 开膛包度 果然 一个连画形都做不好的娇人 内单也是充满杂志 我却在他身上 找到一个狐妖的妖单 竟是画神七大妖的内单 我收拾一下 提着剑去找于飞婉 屋里只有我两个 我踩着他 这是什么 你杀了他 有本事把我杀了 好 我也不多说 朝他心口刺一件 在他屋子站了许久 确定他彻底没有气 握着手里的妖单 流光一踩 心生一计 你怎么不说话的系统 看他死了你怕了 是不喜欢说话吗 疯子 你是个疯子 他是气韵之女 你怎么能杀了他 你一天杀他两次 外面月光正好 我把妖单捏碎 里面蕴含的妖力营绕我 我说过了 当我路的人都该死 所以 你现在要换一个气韵之女吗 我不换 他不会死 他是气韵之女 他不会死 好 我拭目以待 第二天 宗门的大钟难得敲响 要求众人附会 我看着活蹦乱跳的鱼飞碗 真活着呀 我还要杀他几次呢 真有意思 我送给飞南仙翁的寿礼 大妖的妖单遗失了 寿担在即 还请诸位多多留心 众人又客套扯皮了好一会儿 于飞碗才看似胆怯的发言 昨日晚上 我看见灵师姑拿着 可能是灵师姑想突破拿去用了 这确实不是假话 我拿着 我用了 我没说话 看着于飞碗生情并茂的演戏 可能灵师姑也不是故意的 但在这众多人中 我们都承受不起 化神器妖单的妖力 只有灵师姑这样的修为 才不会暴体而亡 他担忧的看向我 灵师姑 这样做无异于 把整个宗门放在火上烤 飞南仙翁与师傅是知己好友 受理师傅寻了两年 又放在月光下吸收灵气 你太自私了 对呀 本来都好好的 他回来了就背道了 不是他还是谁 小偷 盗贼 不可 不可辱骂灵师姑 我们都是明月宗的弟子 小师妹不用替他说话了 今天掌门在这里 必定要他付出代价 没想到灵师姑是这样的人 还是小师妹善良 昨天 伤他今天还要替他说话 于飞晚羞和一笑 对着掌门起落跪下来 我觉得 这是还有一点 不能冤枉了旁人 要证明灵师姑的清白 他又向我走过来 现如今能够证明 你清白的只有剖开肚子 看一看你的灵符有没有妖力 只是一晚 那妖力定没有完全 转化成自己的灵气 我不说话 就看着他 他假惺惺的说 灵师姑 只是剖开肚子死不了 都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我同意剖开肚子 检查体内是否有妖力 这个提议 众人吃惊的看向我 我一挥手设下结界 将众人隔绝在外 只留下我和于飞晚 一柄长剑悬在他肚子上 我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 别动 小心我手一抖 把你的心挖出来 我可从来没说过 要剖开我自己的肚子 于飞晚根本来不及挣扎 坐上的其弱也来不及救他 他被我剖了肚子 看看 这是不是妖力 他吐着血大叫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没碰 今天早上的鱼汤好喝吗 我问他 他伸手想拽我 是你 是你 是你栽赃陷害我 鱼肉好吃吗 那娇人的 现在你们可是好主仆分不开 我把节节放开 看着于飞晚 爬到其弱脚边 师父不是我 他陷害我 师父你要为我做主 还没等其弱说话 刚才大殿上议论 我的人已经被我砍了 他睁着眼看着血淋淋的大殿 你到底要怎样 我没有理他 看着于飞晚 他被我盯得发毛 往其弱身后躲 早年前 我和师父问到时 遇到这个问题 要是有人栽赃你 吃了他的饭该怎么办 当时我回答的是 那就弯掉说话人的双眼 去我肚子里看看有没有饭 后来想 别人的眼睛太脏了 我吃不下去 还不如剖开肚子来得快 只要把除我之外 所有人的肚子都剖开 不愁找不到丢失的饭 剖开一百人的肚子 找不到就继续一千人 只要找到了 就能证明不是我 于飞晚脸上血色尽失 连话都说不出口 你该感谢我 第一个剖开的是你的肚子 要是我剖开宗门百人 千人的肚子后才发现是你 你觉得他们是怨恨我 还是怨恨手脚不干净 却让他们遭受无望之灾的你 他突然抬头看我 不似以往愚蠢轻浮的模样 死死的盯着我 像第一次看清我 而这个眼神 也是我第一次看清他 聪明的眼神 这才该是气韵之女的样子 你不该去招惹他的 到头来他从不吃亏 其若在床边照顾于飞晚 细心温柔 我不喜欢他 你从未提起过他 若是普通师妹 为何你从不说 难不成心有龌龊 不是的 是我不愿意提起他 我在囚道路上 恨过他嫉妒他 他闭关六百年 我慢慢看开 没想到竟然突破了 卡了许久的原因瓶颈期 可我一想到突破 是因为我不再嫉妒他 还是与他有关 我心生戒地 所以从来没提起过他 于飞晚难难自语 他从来都这么强 他从来都是那副样子 清高俱傲 眼中放不下任何人 只有他的大道 凌不渝不是简单的凡人入党 他是以杀入党 他出身叫门显贵 父母在他十三岁战死沙场 十六岁被舅父家 被逼着嫁给年过半百的老皇上 逃了婚 人追了一路 他杀了一路 杀光追兵后 他不逃了 反而回去杀了讨好皇权的舅父 杀了骂他的表哥 甚至杀了下旨的皇帝 我不在乎你有什么苦衷 挡了我的路就该死 他没有杀红颜 他很冷静 那些人死在他手下的人 像纸一样薄的命 逃亡路上有饿死的流民乞丐 苦苦哀求一碗饭 皇城脚下的官员 却在想娶几个妃子 皇帝会喜欢 斗扣年华的李小姐 在想王公子喜欢他 还是张小姐 王公子却在想走运右抱 也不耽误 卑贱的要像高贵的磕头 贫穷的要像富有的哀求 女人要像男人祈求 女人要求了男人别走 三六九等人人分明 但其实所有人的命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单薄 碰一下就碎 满手鲜血的灵不语 看天突然笑了起来 大道无情 万物蝼蚁 一脚能踩死的蝼蚁 在天道面前何来的强弱 何来的男女 做最强的蝼蚁也没有用 要做天 他灵不语要做天 然后他顿悟入道 踏上修仙路 有个凡人以沙入道 修真戒震惊 前去一看 竟然还是个天生见骨 可惜了 是个女子 修仙本就是与天真高低 打破此间天道的桎梏 踏出此间去往比方 本就南上迦南 有词曰 难于登天 女子又被视为是娇气的 不堪重任的 难以坚持的 故女子修仙比男子又难上百倍 灵不语呸一口 他在众位修仙界大能面前 呸了一口 自修士 踏入修仙路时就明白自己 要逆天而行 此行要与天真 难如登天 不是一开始就该明白的吗 都是与天真个高下 男女之别究竟轻松多少 天道下皆是蝼蚁 没有强弱男女 难上迦南 在迦南又是多难 还是难如登天 仅仅是住机器的灵不语 从未被他们的语言打败 从未献出自己的剑骨 以求庇护 井烟之身在渊 错把方寸做时间 他不做蝼蚁 不做井鱼 他灵不语要做天 任何困难都不会打败他 拦他修道者 格杀勿论 党他修仙路 神魔皆诛 最后以仁爱正道的九华子 强烈要收他为徒 要他走上正途 何为正途 不可滥杀无辜 我从不滥杀无辜 我只杀挡我路的人 他们是不长眼睛 听不懂话的人 仁爱 忠诚才是做人本分 我忠于我自己 做到了忠诚 我从不滥杀无辜 做到了仁爱 得饶人处且饶人 不造杀孽 师父 你杀妖曲丹 是否是造了杀孽 修真界处处都是比舞台写着 死伤勿论 是否是造了杀孽 他不等九华子回答 又问 倘若师父的道是仁爱不造杀孽 天道对于非生杜劫之人的雷劫 杀了无数修士 师父觉得自己的道 和天道的道一致吗 如果不一致 为何还想要非生呢 九华子闭上眼 不说话 他站起来 师父 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的道叫不了我什么 他看向跪坐在九华子身边 听他传道的一众弟子 拿走仆团走向大门 师父 你说的这些道都是修真界高层 为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新兴作态 他们靠杀人夺宝 杀妖取单 取得今日成就 又害怕别人同他一样压了他一头 才做出这副嘴脸 自我至上人人平等 自我至下三六九等 师父 我坚守我的道 我也尊重你的道 可若是拦着我 不让我走我的道 我不要杀了你 到现在为止 九华子传道授业几百年 从未有弟子踢了扑团 还扬言要杀了他 大弟子齐若站起来呵斥他 九华子却摇了摇头 我以为我有齐若这个弟子 已然是师徒缘分极大了 齐若天资比他高 可日后的成就未必比他好 十六岁悟道 且对自己的道无比坚定 心智坚定 不受外物影响 此女前途无量 那是齐若第一次听师父 对一个人赞不绝口 还是一个冒犯了他的人 他作为天之骄子 第一次产生了嫉妒 可凌布宇从来没把他 嫉妒的眼神放在眼里 他眼里就没有人 只有他自己和他的道 不出五百年 凌布宇一个没有童子宫的人 竟然到了原因期 而齐若卡在原因期瓶颈两百年 明月宗热闹了起来 本来是九华子 未传道方便的小宗门 凌布宇要是被大宗门看上 成了宗门少奶奶 岂不是身份地位高他一头 难道要他一个大师兄 日后对他行礼 当着他的面 恭为他的丈夫 不可以 他不能 凌布宇若是凭着修为 比他高一头 他还高看他一眼 若是凭借嫁了个好夫家 是万万不可能的 他看不起他 凌布宇拒绝了那些夫人们 用一句话 当年我已杀入道 杀的就是我的准丈夫和娘家 齐若松了一口气 凌布宇与他擦肩而过 这次他却停了下来 我要你看得及 你算什么东西 齐若像是被杀了两耳光 凌布宇是天才 悟性那么高 一定很聪明 他早看出他心里那些龌龊心思 对啊 他是凭借修为高他一头 还是别的什么 都轮不到他来做评价 他的评价对他而言 根本不重要 凌布宇又闭关修炼 这次要突破原因期瓶颈 齐若麻木的无脸 他怎么了 为什么无法突破 可没过几天 三位九华子的顾交好友 宴请九华子 杀了九华子 让齐若去领尸体 你们明月宗太不安分了 竟然妄想 躋身进十大宗里 你想取代哪个宗门 把哪个宗门挤下去 明月宗就个九华子识化神七 其余都是些不入流的金丹元英 翻不了身的 我们要是再不出手 明月宗得踩到我们脸上 齐若咬着牙 带回九华子的尸首 准备后世 那些人都同九华子一样识化神七 他一个原因没有还手之力 养精蓄锐 但日后再做打算 凌不宇出关了 他听说九华子死了 他必关不下去 师兄 你怎么想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此仇我记下 待到日后必要他们千倍百倍偿还 我不喜欢这句话 我不是君子 我是女子 凌不宇摸着九华子的棺木颤抖 齐若以为冷心冷肺的他终于哭了 可他却是笑得颤抖 师父 这就是你的仁爱之道 你可是为你的仁爱丧了命 我早说过了 修真界弱肉强食 强者杀人如同剁白菜一样 最强的人才能制定规则 就是本末倒置 自然背离自己的道 凌不宇从棺木中拿出陪葬的法器法宝 拿走掌门传世之剑 你做什么 那些法器师父的陪葬 把那件是掌门之剑 下一代掌门才可以拿 人都死了 一捧尘土罢了 要这些有什么用 倒不如给我用来为他报仇 物尽其用 剑是好剑 要杀人才好 你要做什么 你我都只是原因七大满 那三位是化神七 你是去送死 师兄 你可怨助我 你是去送死 你能不能别这么狂妄 师兄 可怨助我 其若看着他 他依旧是以往那副样子 或者是他一直都是这副样子 怎么做 其若问他 他也是血信男儿 为师报仇 大半师父的葬礼 宴请宾客 带到宾客入座 关门上锁 控制整个明月宗 杀他们的片甲不留 其若着手操办葬礼 林步宇拿走了明月宗所有的丹药 那是唯一一段时间 其若和林步宇和平相处 不带怨恨的 不带嫉妒的 想寻常师兄妹 带宾客满席 林步宇提着剑走进去 其若关上门 安排诸位弟子守好明月宗 不让任何人进出 林步宇服下32枚丹药 忍着筋脉破碎 暴体而亡的风险 强行进入化神期 与三个凶手厮杀四天四夜 最终显胜 其若带人杀了三个凶手 带来的八百弟子 回宗门已经是废墟满地 看见其若回来 剩下的宾客 求他打开明月宗的禁制 让他们离开 我们与这件事无关 我们一直很仰慕九华子 他是疯子 他是疯子 其若随众人视线看过去 林步宇已经不成人形 先写遮面看不清脸 右手软绵绵的锤下 显然是断了 一袍被写进尸 一步一个斜脚印 可他的声音还是没有一丝颤抖 全然如常 众位 今天的戏好看吗 没人敢说话 修真戒不要命的疯子常见 可被天道青睐的疯子不常见 他身上营绕着天道的红光 显然是天道觉得 此女前途无量 道心稳固 天道对于他堪破天机 窥见真相的褒奖 其若放他们离开 林步宇撑着剑不让自己倒下 等人全走完 才喷出一口血倒地 我还要把那三个老狗的手机拿长剑 钉到他们宗门的扁罗上 此战快哉 林步宇边吐血边说 其若却站在原地 他受天道青睐 经此一战又名声大噪 众人拜扶 眼下明月宗没有掌门 师父突然去世 没有指认继承人 若是趁他历劫杀了他 即可以得到他的仙谷 又可以得到掌门之位 他若是死在自己手上 他的嫉妒和不甘心 就会随风而去 他又是唯一的天智教子 嫉妒就是 他觉得不如他的人 居然有了他 想要而没有的东西 师兄 你在想杀掉我吗 其若低头想得出神 竟连他什么时候 坐起身来都没注意 大惊失色 他被血污的脸上 一双眼明亮至极 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在天道红光的缠绕衬托下 像一个没有达成心愿 贪心不足的女鬼 可谁才是贪心不足的鬼呢 他撑着站起来 拖着自己的身体 去给师父灵堂镜香 双手颤抖 连香都握不住 磕三个头 师父安息吧 仇人已死 您的道我不赞成 但我敬您 其若被他说得心慌 慌张推脱 我没想杀你 我只是觉得 师父到死都没能领你入正土 让你学会仁爱物造杀你 我替师父难过 替你惋惜 好 看你这么喜欢听师父的教诲 我便送你下黄泉 日日听从师父的教诲 他明明手抖的连香都拿不住 可其若还是害怕 向后退一步 被残之半倒跌坐在地 他拿着掌门传世之剑过来 刀尖向着他 他怕得站不起来 给你 掌门是你 他把掌门传世之剑递给他 我要闭关修炼 宗门对我来说是累赘 他看他不接 把剑扔到地上 仰头眯眼看日光 其实修仙的道无数条 从来没有对错 看的就是你的道心稳不稳 够不够努力 你们所说的人爱之道是修仙正道 我的道也是正道 如果真的要分个对错 天道红光落在我身上 谁对谁错一目了然 他不再理会其若 拖着自己的身体走了 大道无情 是万事万物为蝼蚁 蚂蚁没有强弱男女之分 那些只是蚂蚁们自己分出的三六九等 因为想当最有权势的蚂蚁 我不想当蚂蚁 我要做天 我灵不宇要做天 其若被他的话惊道 从没有人说出来 从没有人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他是完全的野心家 是自己天地的帝王 任何的苦难都无法打败他 苦难是花开的伏笔 众人信奉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可他截然一身 冷心冷废 我走我的道 那些不过是些许风霜 有本事就杀我 否则就看着我登仙 深夜 林霄阁来了位不速之客 事与非晚 你来做什么 我问他 他在我面前扑通跪下来 来向你请罪 何罪之友啊 你可是掌门最喜欢的弟子 我罚不了你 之前是我有眼不识太删害你 我来认错 求你原谅 怕了 你还会怕 诬陷你 陷害你不是我本意 是一个自称系统要我做的 他伸手让我看他外上镯子 碧率发光好生漂亮 那是系统实体 我只是想活 我只是想复仇 我对不住你 我来了兴趣 继续说下去 我早已死去 二十年靠一口怨气灵魂不散 然后被系统选中 他给我找了一个身体 他给了我好处 任何人看到我都会对我心生好感 可我需要系统的能量 来维护这副早该死去的身子 这也是为什么 你杀了我还能复活的原因 我抽出剑放在他脖子上 怪不得 我对你很感兴趣 要我以往 必定是你进来林霄阁就被我杀了 他被我的剑冷的一斗 继续说 这个系统说 他本是三千世界的一个世界的天道 因为神仙痛失爱妻 发疯毁了整个世界 他被打败后 无奈来到这个世界积攒力量 选中了我 他自嘲一笑 所谓的气韵之女 其实是他觉得被他选中的人 就是好运的 系统要我不断打压你 陷害你 让你溃于女子的战场 好把身上属于天道的红光一点点消失 然后他会用你这个天生剑骨 半不鲜的身体取代我们世界的天道 我问他 那你为何不继续按照原计划 怎么来找我了 他朝我跪拜 若此时败露我活不了 你必定杀我 我直到今天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之前觉得你不可能比过系统 现在觉得对你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过你 系统的是不急 我可以杀了你再说以后的事 他竟然徒手握上了我的剑锋 我觉得你不会 你会对我亲眼有加 我难得挑眉 你凭什么呢 凭一句话 我知道你六百年前说过的一句话 君子报仇时间不晚 这句话我不喜欢 我不是君子 我是女子 他对上我的眼 凭我是女子 凭你的态度 凭我的野心 你什么野心呢 我会是世上第一个杀父正道 一个非生了 但心机深厚 不良善 不温柔 不传统的一个女人 这些是系统告诉你的 还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我难得高兴 第一次觉得 这世上有人明白 我在争什么 我在逗什么 我自己想明白的 凌不渝 我是不是这千年来最懂你的人 我把剑收起来 他从跪着倒站起来 坦坦荡荡与我平视 我问他 我活着已经九百年了 马上就一千年了 可是在五万年里 有几个人杜劫飞生的 于飞王我告诉你 只有十一位 又有几位女子呢 两位 一位是菩萨心肠 轮回八世 攒功德十万 点化成仙时他不愿意 拿自己成仙的血为养百姓 最后泄哭而死 天道感念其美德 舍己为人 奉献自身 再次点化成仙 第二位 我笑了一声 我没有不尊重他们的意思 我只是觉得 天道对女子太过苛刻 太过刻板 第二位是大家熟知的贤妻故事 他嫁人后 丈夫不爱 家有小妾 妥母不喜 夫人刁难 一朝思加落败 他照顾所有人 包括小妾和小妾的孩子 整整十二年 等他丈夫东山再起 他没有想轻浮 怀孕后 因为身子常年劳累流产 你猜他说了什么 于飞碗摇头 他说我不该这么伤心 我只是没了一个孩 我丈夫可是没了嫡子和孩 小妾看他为孩子哭得伤心 问他是不是怨恨丈夫照顾不周 说他是个自私懦弱的母亲 告诫他连哭都不能哭 免得让一家之主看着伤心 于飞碗像是想到什么 沉默不语 最后是他死后 关幕前丈夫哭得不能自已 垂兄顿足说他是个好女人 好妻子 好儿媳 然后上苍感动 他以嫌妻非生 共同点是 他们都没有活着的时候享福 得到成仙全看天道愿不愿意 可男人就轻松多了 努力就一定回得到回报 好好修仙一步一个脚印 如果悟性不错费点 年岁一样飞升 可修真界的女人 要不是嫁了人相夫教子没空修炼 那么就是为照顾富家面子 不愿比丈夫修为高 你觉得对吗 我问他 不对 于飞碗说 功法传承以男子为主 血脉继承以男子为主 女子本就资源匮乏 修仙更加不易 我点点头 我发现天底下的男人 其实都是一个人 长了一条舌头 他们只说女子修为不会有大突破 只说女子娇气不够坚定 从来不说那些传男不传女的秘籍 从来不说天道对男女成仙的双重标准 这个时候 他们倒是学会团结 要把女人隔离在外 所以天底下的女人也是同一个人 于飞碗 我觉得我们是同样的命运 才不杀你 我懂 他说 我明白 你要堂堂正正的 像男人一样得到成仙 不 我不是要像男人一样 我要自我之后 男女得到成仙标准一样 堂堂正正的受雷解 所有人都能靠自己的道修成正果 女子不必非要比贤良 贤良就是女子与女子比 争夺为数不多的资源 女子应该和男子比 比修为也好 比贤良也好 要放在一样的评价标准下 大到无情 从不分高贵低贱 也不分男女老幼 他们都是 于飞碗以为我要说蝼蚁 谁知我吐出一个字 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人 我转身握住院外飘进来的凤凰花 凤凰花 凤凰凰凰凰凰凰本就是凤与皇子与雄 是世人非要拿龙形容男子 凤凰凰形容女子 殊不知凤凰可以形容男女 我把手中的凤凰花递给于飞碗 你说的对 是时候该有一个不贤惠 不温柔 不传统的女人得到成仙了 男人可以杀妻正道 你也可以杀父正道 于飞碗把凤凰花握在掌心 杀妻正道本就是一个男子 发现自己的妻子 是有神位的天上仙子 杀了妻子 占据妻子的神格 这全天下除了我可以得到 其若资质也是不错的 若她倒心稳固 必定非生 于飞碗笑起来 娇美的脸上竟是眼泪 她倒心不稳 而且我必杀她 其若跟她讲往事 讲自己是怎么摆脱灵不语的阴影 摆脱极度突破原因进入化神的 于飞碗却咬牙切齿 骗人 都是骗人的 她洗去自己的修为和记忆 与我在凡尘相遇 我是太守之女李悦钱 她比武招亲赢了全场 助坠我家 李悦钱是难得的才女 她与高阁上弹琴 窃心如磐石 不可转还 她听出她的琴音 小姐心有玲珑蹊跷 是我高攀 我必定赔上性命 也对小姐好 她说 我不记得我的家人了 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她说 阿月 你是我的妻子 我是你的丈夫 我们要在一起生生世世 成婚五年 李悦钱的父亲 把她当亲儿子看 带她进入官场 带她看人世疾苦 带她为生民立命 为百姓敬言 然后她动物入道 突破化神 修为记忆一起回来 对着李悦钱说 你区区一个凡人 实在高攀 竟然让我入坠 你们李家有几个脑袋 她以为只是一段情缘 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坠婿 回到修真界被人知晓 岂不是要笑话她一辈子 她灭了李家满门 李悦钱拽着她的裤脚求她 磕头求她 那个说赔上性命 也要对她好的人 要了她全家的命 李悦钱恨啊 她一个凡人之躯 不远千里去蓬来 到了修真界的地界 求人做主 婚贴在此 苦主在此 字字气息 那些人却只捂着嘴 嘲笑其弱 反过来告诉她 放下吧 她做了你的夫君 是你的福气 然后一脚踢她 把她踢回去 她只是爬起来 吐掉血和牙 紧了紧身后的包袱 凡人见她好心劝她 娘子 你把她放下吧 她死了 于飞丸抹掉了眼角的泪 林不渝你不知道 我还有一个孩子 叫琪儿 他们都说她的孩子死了 让她把孩子放下好好安葬 她却把衣衫垫在孩子身下 暖她的身子 哄她睡觉 孩子死没死 母亲自己才知道 林不渝你知道 那时候我多大了吗 不需要我回答 她自问自答 我跨越千山万水 到达蓬莱 回来时我已经45岁了 我的孩子要是活着 也该成婚了 她不甘心 她为此蹉跎半生 到头来什么都失去了 当她满头白发 炼容枯稿 悄无声息 在秋风里咽气的时候 她又想起那个 何家团圆 闲谈家常的晚上 风一样的冷啊 可怜她心有玲珑气壳 不可转环 却是这般下场 一口怨气 让她二十年未消散 系统找上她 为她寻找合适的身体 给她金手指 她用在了一切 她能诱惑的人 其若一见她 不要她做弟子 魔尊一见她对她倾心 见过她的男人皆是如此 她步步经营 发誓要把整个修真界 搞得天翻地覆 于飞碗 东于已是 桑于飞碗 所幸她活了 她不算输 此刻 于飞碗把手上的镯子给我 我把我最有力的东西给你 求你帮我 帮我报仇 凌不渝 你会心疼我的 我是千千万万可怜女人中的一个 我收下了镯子 我给你十年 十年时间 我手把手教你 我这么多年的法器珍宝为你辅助 我毕生所学的剑法教给你 这十年你要倾尽全力 要其若爱上你 你和其若成婚之日 把摩尊引来 我杀他 你杀其若 于飞碗对我行拜师礼 师父大恩大德 徒弟莫齿难忘 我扶他起来 他抓着我的手 你这般杀法果爵 会不会觉得我烂尼扶不上墙 这是你的道 你的道自然也有自己的劫难 千万不可放弃自己的道 大道无情 根本不会在乎你怎么得到 重要的是 站在高处的是你 至于那些不喜欢的话 不喜欢的人 杀了就是 这十年来 于飞碗对着其若和摩军左右逢源 玩弄两人于鼓掌之间 在下雪的时节 给其若绣香囊 梅花扑鼻香 含羞待怯地递给其若 在大雨倾盆时 为摩军撑伞 可怜他身世击苦 同他一起谴责世人 在流星晚天时 许愿想和师父一生一世 故意被其若听到 两人情义正浓 挡在摩军身前 不让人杀他 倔强地保护他 两人又无数天才地宝砸下去 让于飞碗修为猛掌 视彼此为眼中钉 肉中刺 终于 于飞碗从金丹七突破到原因 他同意与其若成婚 对着摩军说其若逼他 要摩军带他走 玩儿你先等等 待到你大婚日子 我去抢亲你跟我走 看他其若的面子往哪里搁 于飞碗抹掉挤出来的眼泪 果然 其实男人爱的是男人 比起马上带自己心悦之人脱离苦海 他更想大庭观众之下 让其若难堪 自己只是他们争夺权力的一个象征 也许是爱于飞碗的 可这些爱比不过 想看其若吃饼 他在争夺其若的目光 这不是爱其若是什么 于飞碗一副柔弱 不能自理小白花样 含着泪倔强地说 我心上人是你 绝不会向其若屈从 我等你来救我 魔君前脚走 其若就来到他房间 于飞碗心惊肉跳 玩儿 我们的婚服马上就好了 他摸摸于飞碗的头 真好 我终于得逞所愿 于飞碗说 婚服上的秀样是凤凰吗 是的 与民间嫁娶一样 师父 我想试一试 可以吗 可以 玩儿想做什么都可以 于飞碗又以不能让未婚夫婿 看到新娘穿婚服为由 把其若赶走 自己在房间摸着婚服 他穿上 来找我 灵不渝 我反悔了 我望向他 红艳嫁衣如火 总要给别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其若待我是真心的 我不恨他了 人无语到极点的时候 真的会笑 原来我灵不渝也成了你的踏脚石 灵不渝 大婚当日 魔君还是会来 你杀他成仙一切照旧 只是我不想杀其若了 这对你没有损失 好 于飞碗记得你今日的话 我从小都想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在凡间的其王赴了礼约前 但是其若不会赴了于飞碗 我没有你那么大的报复 我开始想复仇 现在想和他白头道老 给我滚 滚出我的灵霄阁 熊梦不可叼 我有什么办法 不脚踏实地去修仙 偏偏用运气去赌一个男人的真心 系统你也看到了 你一直不愿意臣服于我 你觉得我不好控制 把宝鸦在于飞碗身上 想借于飞碗的东风 和本世界的天道一绝高低 可惜现在的于飞碗不想登仙了 除了我 也没有后手了 系统沉默 他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对象 但现在的他别无选择 不是人人都能飞升 错过就等上百年前年 于飞碗大婚当日 红锦坦一眼望不见尽头 侍女在队伍经过的地方撒开漫天花瓣 锦盖下 看不到新娘往耳娇羞 却见足底红莲 凤凰嫁衣 硬得身边的新郎面如桃花 两人交换婚帖 二扣手后 正与夫妻对拜 满天彩霞变为雷雨震震 花瓣在空中急转直下 魔君登场 其若 娃儿是我爱妻 你一正人君子 怎么横刀夺爱呢 她朝于飞碗伸手 娃儿 我知道你受她强迫 回到我身边吧 迎接她的是我的剑 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是我和其若的事 与你无关 快滚 她可是我得到成仙的踏脚石 怎么会与我无关呢 我不说话 招招很辣 不出三百招 她被我拿长剑 并在三威山山腰上 她嘶吼哀叫 你真是其若的一条好狗 当她婚礼上的看家护院的一条好狗 师妹 今日是我和娃儿大婚 不易见血了 她还没说完 就看见我把魔君的头扛了下来 其若 今日不是你的大婚 今日是我的登仙日 天轰隆轰隆 酝酿雁结 得到成仙者修为甚高 打破平衡 不受天道限制 对于凡事和修真戒是威胁 这才要突破此间 前往彼尖 今日我杀掉魔君打破平衡 斩露全部实力 这雷结必须落下 我必须登仙 威严肃目的男生想起 何人 灵不渝 女人 是 你不可登仙 凭什么 你心狠手辣 心思歹毒 不配成仙 那之前杀妻正道的那位仙人 就不恶毒吗 你不配 降下雷结 只会灰飞烟灭 那就降下雷结 用事实说话 不可 你会死 你是怕雷结之后 我完好无损 再也找不到借口 不让我登仙 所以你不敢 小小女子岂敢返天 你不敢我敢 天道下威压 她不敢降雷结 只能用这种方法 众人贵福在地 我站着拿剑指着天 好 今日你最好杀了我 让我身形去灭 否则来日我挖万人坑 坑杀十万修真界天才 以邪修路道再次登仙 你就要为那十万天才尝命 心狠手辣 不知悔改 大道无情 我的道便是如此 我的劫难该在雷结 一身正气者雷结威力尚可 杀人邪修者雷结威力加强 这些都不是你说的算 要看雷结几何 你怕了 你不敢让我渡雷结 你知道雷结杀不死我 你知道我注定成仙 天道再次施加威压 我站在空地上 天降下一根十米十柱 刻着 零步于不可登仙 修仙本就是和天睁 做的就是踏碎天 我挥动手中长剑 把柱子劈碎 你尽管降下来 我劈就是了 又一道柱子 心狠手辣者不可登仙 男子若是心狠手辣 世人称之为大丈夫 夸其杀法果断 都是满手鲜血 有何分别 劈碎柱子 数十根柱子 降下我一一劈碎 来 有多少来多少 我注定成仙 你拦不住我 天道不仁 定下双重标准 对人区别对待 如此为天道 宫里何存 最后一个柱子 女子不可登仙 这才是你想说的 这五万年来 成仙的女子 其实都是男子 想让天下女子变成的模样 其实是在规训女子 天道说 若女子成仙 谁来孕育子嗣 保人族千秋万代流传下去 若女子日日修炼 谁来照顾家中男女老少 保家族安宁 若女子修炼 竞争只会更激烈 自然要划分不同道路 让女子与女子竞争 男子与男子竞争 这些我多年前就误导 今日真的亲耳听见 我把手外上的镯子砸碎 系统 现在你的能量积攒的怎么样 能不能和我一起是天 敢不敢和我一起是天 他若败了 你就是新的天道 任你调遣 系统化为力量 营料在我身上 天道不仁 宫里不存 我灵不与半仙之身 谁有半部天道 今日是天 沙尾天 换星天 那一战天地位之失色 三威山被一位平地 海水沸腾滚烫 日月不见踪迹 鸟兽四散 人人跪拜求神 天如同冰面一样 一点一点裂开 随着我的剑锋慢慢碎掉 那些被劈碎成石块的柱子 化为灰烬 有雨点慢慢落下来 天哭了 因为他败了 系统你可以取代他吗 可以 你成为新天道会仪式同仁吗 会男女放在一个标准下呈现吗 会 他缓缓升空 慢慢的裂痕被修复 天再次恢复原样 万里晴空 我灵不与要登仙 请天道降下雷劫 时到雷劫过后 天劈放下 我一剑把天劈劈碎 我要天下来接我 天道化形一只大手 落在我面前 我不动 继续僵持着 天道又伸出一只手 双手捧着 我站在上面 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世界 看了一眼鱼飞婉 他掀起盖头 朝我点头 笑着流眼泪 我朝他一笑 将剑投掷下去 插在一位平地的三维山上 在无限浩瀚的星空下 我说 你会遵守你答应的一切吗 天道不渝 你不觉得 这一切都太凑巧了吗 我天生见谷 勤勉努力 闭关六百年后 于非晚送来你 天时地利人和我都站进了 天道不仁 宫里不存 大道想要心就更替 没有灵不渝 还有王不渝 李不渝 所幸我的道和大道都是一样的 六百年 前世人见天道宏光落在我身上 可你也见到了那个败了的天道 他不愿女子成仙 他肯愿意降下天道宏光在我身上吗 我说了 我的道是大道 我从来都没说是天道 我师父说过 我的悟性很好 比所有人都好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我说的仪式同仁 你可以做到吗 天道终于明白 实事造英雄 没有灵不渝 还会有别人 若他如同上一个天道一样 下一个灵不渝就会出现 他就会被淘汰 这是大道的决定 大道无情 是万事万物如蝼蚁 所以公平 我知道他已经明白其中的官窍 放心了 抬头望天 与我十六岁已杀入道时的天 一模一样 不与灯仙 不与灯仙 于飞碗如火一样的嫁衣翩翩 其若拉住他的手 玩 尘埃落地 我们马上就理成结为夫妻了 于飞碗不说话 其若 玩 你怎么了 于飞碗甩开他的手 在一位平地的三威山上 拿到灵不羽留下的配剑 其若 玩 你是不是喜欢这把剑 你拿到了就回来吧 我们还要成婚 于飞碗笑起来 谁要与你成婚 一把剑横在两人之间 其若 你当年拿我全家 当他脚石开悟 进入化神期 今日也该轮到我拿你 当他脚石了 婚礼众人看着这场变故 纷纷要走 走什么走 当日我从人间千辛万苦 来到修真界求一个公道 你们是怎么说的 那是我的福气 今日来往宾客 没有我于飞碗的亲朋好友 只有与其若狼狈为奸 沆泻一气的蠢货 于飞碗起剑势 剑在他手里发光 我有一剑 九霄剑法 师父灵不与传授 请诸位赴死 君明寿掩九十里 只剑纵横三千周 一只剑化为三千剑影 纷纷落下 以诸位虎抱豺狼之血 助我登仙 其若就在下面看着于飞碗 无动于衷 既不抵抗 也不反击 那是其若的错 我们 杀 我们当时糊涂了 杀 你就不怕我的亲人来寻仇 杀 杀都杀了 管那么多做什么 来一个杀一个 来一双杀一双 灵不宇交过 谁来杀谁 纵使他过去赴了你 也不能不要现在 你们都要成婚了 我从来没见过他 这么对一个人 于飞碗笑起来 纵使我现在杀了你 你还有来世啊 等你投胎后来 找我复仇 我就原话还给你 又一颗人头落地 畅快 真的畅快 他这么多年 第一次觉得自己活着 炽热的鼻息告诉他 自己在呼吸 咚咚咚的心跳 告诉他他还有未来 想想以后 想想未来 要先把过去的仇怨了结 这婚礼远远看过去 依旧是红红的一片 好不喜庆 血滴顺着于飞碗的 嫁衣纹路留下来 他走到其若面前 阿月我说过 生生世世在一起的 他身上都是剑的伤痕 神情可怜 我知道是你 我一直都知道是你 你的小习惯还是没变 阿月我来兑现承诺了 他拉着于飞碗的手 竟然落下泪来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在明月宗的大殿上 孤零零的一个人 使我总是想起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简直捡窗花 我们放风筝摘桃花 阿月 我当年没有杀你 就是因为我爱你 只是当时我觉得 自己不会爱一个凡人 我不知道我爱你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晚了 阿月 我们重新来过好吗 我们从头来过 我真的知道 错了 我会好好爱你 我不会再辜负你了 于飞碗笑起来 晚了 我现在不爱你 也不恨你 我要你偿命 为我一家偿命 然后当我成仙的踏脚时 不会的不会的 反而我们相爱 我们说过 要生生世世在一起的 我知道你有怨恨 你捅我几刀都行 求你求你和我在一起 求你不要走 别不要我 我们拜过天地 这是我们的和庚婚帖 其若和于飞碗喜结联姻 你看看你看看 是我们的婚帖 于飞碗真是面无表情 他在想自己当年 为什么喜欢她 喜欢她的皮囊吗 还是喜欢她的性格 现在她心里 只有快点复仇 然后成仙 连恨都轻了几分 林步雨说过 爱恨都是浓烈的感情 其若不配任何感情 真奇怪 从前是她屁似横流 拽着她的腿求她 现在轮到她哭着求她 从前是她举着婚帖 求一个公道 现在是她举着求她回头 其若你知道吗 你念我全家的时候 我怀孕了 可是我伤心过度 她生下来就是个死胎 其若目刺欲裂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于飞碗不想看她 心心作态的样子 玩我们还会有的 还会有孩子的 其若你说过 你要用命护着我 现在就用命来帮帮我吧 一剑捅到她心窝 于飞碗心口的怨气 和执念也没了 我不爱你 也不恨你 我只是觉得有执念 从今日起 我才是真真正正的于飞碗 其若倒地 死前眼睛久久注视她 想说话 但是血却先涌出来 小姐心有玲珑蹊跷 不可转环 是其狼高攀 必定用命护着小姐 也算是我用命帮了她 最后是天降雷劫 她头都不回 我心有玲珑蹊跷 一心求大道 登天阶梯降下 于飞碗一步一步走上去 早知道不说那么多话 早一点杀掉她 看她最后的眼神 还以为自己多无私多深情呢 恶心死了 感动自己 她这一声多奇路 灵不宇却说 这是她呈先要经历的劫难 怨天尤人 不如站起来斗下去 灵不宇冷心冷肺 不知道于飞碗当时 失去父亲母亲有多难过 也不知道于飞碗求神拜佛 求天不要给她一次机会 求天给她父亲母亲一次机会 东宇已逝 桑于飞碗 她现在回头望 就算让她重来一次 她也不知道结局会不会比现在好 她从未动摇过杀其弱的心思 当日穿着嫁衣去找灵不宇时 不过是作戏给系统看 系统左右逢源 脚踏两只船 力量分散在两个人身上 更青睐她 因为她的命是系统旧的 在没有灵不宇的日子里 她也很听系统的话 她好拿捏 她演了一出 骗系统她不愿报仇 要和其弱过一辈子 自然成不了仙 倒逼系统只能把能量 全用在灵不宇身上 自她见到灵不宇野心的眼 她就知道 灵不宇要是天 她需要筹码和能量 她穿着凤凰的嫁衣 在山上摘了一朵凤凰花 她在告诉灵不宇 她视灵不宇为榜样 为目标 为知己 她不会反悔 她要成仙 灵不宇看到了 演了系统一脸 成功收服系统 给她留下自己的配件 以仙人之剑 助她报仇成仙 系统一直要她把灵不宇 困在女子的战场 困在女子的斗争 要她做兔丝花 攀附在形形色色的男人身上 告诉她 借助男人才能成功复仇 可最后 当她的是灵不宇 不需要她的情和爱 不需要她的讨好和谄媚 只要她是女子 她是她 到最后 系统才是那个攀附别人的兔丝花 依靠别人才能获得成功 就这样 一个心狠手辣的女子试了天 一个不善良 不仁爱杀福正道的女子登了仙 于飞晚怀里有一朵凤凰花 谁也没想到 冷心冷废的灵不宇 喜欢这样明艳如火的花 还种得满山遍野 到底是我喜欢你 还是我想成为你 这个问题得等我爬到和你一样高 才能回答 不对 若是你 不会用爬这个字 你会堂堂正正的走下去 于飞晚把凤凰花一扔 看着她随风而去 山不见我 我自会去见山 山不见我